记者肖方起台北报道,徐摩俊进行忙拍未来电视电影《万德福史》贝斯和陈静轩李博翔等人合作,他为剧情苦练贝斯导致手指直浮起了大水炮,收到剧本到台拍只有两周的时间,虽然以前在学校也玩过吉他,但贝斯的弦全是钢弦,密集训练下就默默起了这么大的水炮,即便后来水炮破了,他仍不放弃练习。 大喊,不想输点李博翔,原来兄弟两暗自在背后较劲。徐摩俊表示演员们感情好,大家知道他的手起水炮后,都曾关机他是否要先休息,当然不能休息,李博翔从来没有学过吉他,都特地请房炯斌老师教他了,我也是第一次学贝斯,当然不能输。 剧组也私下透露,因为徐摩俊之前有吉他底子,所以有讨论他是吉他手,李博翔是贝斯手,但徐摩俊坚持学习新的乐器,跟李博翔一起练习。 徐摩俊苦练贝斯,手起水炮,还王天喜提供。徐摩俊昨起,陈敬轩和李博翔出席新喜开进,还王天喜提供。 请不吝点赞续订阅。